聚焦强国历任直击强军征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荣媒体周刊 历见 2012年9月25号 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交接入列 十年间 我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航母山洞舰入列 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 中国航母从无到有 从改装到自研 从科研到战训 从近海到远洋 从华越到弹射 实现了无数的创新与突破 昂首挺进三航母时代 今天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 走进勇于追梦的航母人 这里是海军辽宁舰 我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此刻它正在缓缓地驶离母港 那站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 互睹着巨舰起航 内心会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豪迈之情 因为十年前的9月25号 中华民族的百年航母梦 就是在这艘舰上实现的 辽宁舰上处处都镌刻着梦想的印记 驾驶室外的走廊里挂着一句话 是人而不是船在战斗 的确 十年来推动这艘巨舰独梦深蓝的 是一代又一代的航母追梦人 辽宁舰副舰长陆强强 刚来到辽宁舰时 面对这艘比他之前服役的护卫舰 海水量大了十多倍的航母 他也曾有过寄门焦虑 两三千吨的舰艇我在操纵的时候 说停它能停住 说启动它能马上启动 但是几万吨的航母 你想让它快速的停下来或者快速的启动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另外管理啊 保障啊 组织指挥啊 训练啊等等各方面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些都需要去学习 怎么应对技能焦虑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航母指挥员呢 陆强强告诉我们除了不断学习充电之外 上舰前他还给自己提了三个要求 怀揣理想 履职专业 敢于担当 一个是理想 因为辽宁舰作为我们的总子舰 它是要在我们中国海军生根发芽 要播种的 所以一定要怀揣理想 第二个 我想很重要的是专业 专业代表着你具备履职的能力 代表着我们的自身的素质得到认可 代表着符合国际的规范 第三个是担当 因为航母的发展建设 它肯定有很多挫折磨难 那么这一路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作为航母的指挥员 就要有担当的精神 敢于面对成长中的困难 敢于面对成长中的困难 是陆强强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辽宁舰对年轻舰员的要求 在这次航行中我们发现 驾驶室里的舰指挥员 大部分时间都是专注地看着显示屏 而操作的口令通常由年轻的植根官下达 十度右 航向两拐动 航向两拐动 一些只要不是太复杂的区域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放手让他们操作 航行很多时候它叫传译 是一门艺术 艺术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是给年轻的植根官这样的机会 让他去试 让他去找到这里面不同的差距 你做的对的 我不插话 你说错了 或者我认为你这口令下的不是很合适 我跟你纠正 海军是国际性的军种 对外交流是海军的重要职责 担任护卫舰舰长时 陆强强就非常注重对外交流能力的培养 学外语 学国际礼仪 学国际法规 他曾先后执行过20多个国家 30多个代表团参观访问的接待任务 来到辽宁舰之后 他牵头成立了QS小组 翻译过来就是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小组 驾驶室有一个QS的耕位 负责在远海与外军舰机相遇时的通联 减少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因素 除了带领QS小组学习之外 陆强强还经常随机的直耕的舰员们出特情 在陆强强看来 10岁的辽宁舰正处于从少年 向青壮年成长的黄金时代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航母高歌猛进的十年 因为发展航母不是用来看 而是到关键时候要用得上 我期望在这个十年里 我能看到我们中国的航母 数量越来越多 活动的海域越来越远 能够真正成为海上兴致的作战力量 成为我们海上核心的力量 能够完成好 国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认为 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 身着各种颜色服装的甲板保障官兵 在各自的站位上忙碌 像是一道流动的彩虹 身穿绿色夹克黄色识别服的吴永靖 今年26岁 是辽宁舰上最年轻的起飞助理 甲板最初给他的印象 是凌空一指的潇洒和自信 2012年11月 伴随着歼15战机首次成功起舰的消息 走空网络的 还有起飞助理放飞时的动作 Homestyle 那一年吴永靖刚上高中 对当时的我来说 这个动作可能是辽宁舰上 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 我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有一天 能够做出这个手势来 军校毕业后 吴永靖加入了辽宁舰 亲眼见到尖15战机 伴随凌空一指直冲云霄的场景 让他既震撼又向往 不久后 辽宁舰选拔新一批起飞助理 吴永靖第一时间报了名 这个岗位他的难点是什么 第一个是引导的要准确 要确保是一个正对起飞位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就是要确保飞机的一个状态的稳定 第三个就是把握放飞的时机 因为包括咱们在远海的大风浪航行中 这个舰艇也处于一个纵红摇 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要确保舰载机 在上升的时候不受外界的阻挠 起飞助理在前期的间隙中 要积累满一定的放飞架次 才有资格接受认证考核 随着辽宁舰编队训练次数的增多 和舰载机出动强度不断加大 吴永靖在一次次放飞的过程中迅速成长 去年年底 他成为了辽宁舰上最年轻 也是最快通过认证的起飞助理 我感觉我是比较幸运的 相比我那些前辈们师傅们来说 我正好赶上了咱们任务大批量出动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我能够快速就积累咱们保障经验 包括飞行经验 迅速积累满 见习的架次 相比我的师傅们来说 我的见习的时间 缩短了将近一半 现在吴永靖已经独立放飞半年多了 每次保障结束 他都会反复研究放飞视频 寻找可以更加完善的细节 他告诉我们 关于这块甲板 他的下一个梦想是创造 我下一个阶段的梦想 就是创造它 因为我们辽宁舰 是我国的首艘航空母舰 后面的山东舰 和舰舰 有好多技术经验 都是我们一些老班长们 带过去创造的 我希望能够在下一个阶段里面 我能够在我的本质岗位里面 在我所涉及的领域里面 能够创造我们新一代的一些创新点 想法 我们携手边境 一起变得更好 同样是黄色识别服 里面穿黄色夹克的是引导员 画面里的引导员叫刘咪咪 上件两年多 就有了四件不同颜色的甲板识别服 最开始的时候 我穿的是这件绿色的 当时的职位是起降信号员 负责在屏幕上监控电载机起降 后来穿了一年左右 穿的是这件白色的 负责保障歼15舰机飞行模拟训练器 但是这两个职位都不在甲板上 在我上甲板穿的第一件是蓝色的 当时是系流源的一个岗位 后来成为了一名直升级引导员之后 我就穿上了这件黄色的甲板 甲板是刘咪咪最喜欢的地方 每一件甲板识别服 都代表着她和甲板的一种相处方式 这里也是她梦想诞生的地方 上了甲板之后 就觉得你整个人眼界都开阔了 因为也是在四周 四周都是海 也是没有任何的建筑物 你就会觉得我们在 这个大海上 真的就是非常的渺小 但是你看着这片海 你就会很想要去守护它 这件蓝色的识别服 是陪伴刘咪咪第一次走上飞行甲板 真正到一线保障战机起降的战衣 当时她是第一批 通过系流科目考核的女系流员 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 给兼15飞机画系流锁石的情景 真的就是跟在机库里面 细在杆上 可能细在杆上的时候 你不会去注意自己细的时候 会不会用力过大或者是用力过小 你细上就完事了 但是你要到飞机上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它的这个 机身的这个碰撞 不要去损害飞机 然后你要去扣那个环 所以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换成黄色识别服 是刘咪咪当系流员快一年的时候 因为积累了不少甲板保障经验 胆大心细 表现出色的她 被选为直升机引导员的培养对象 不同于系流作业 直升机引导员要带领整个保障小组 完成放飞 回收 热加油 交通保障等环节 责任更重 经过坚持不懈的练习 刘咪咪终于顺利完成了第一次保障 我上手的时候 那一刻也是觉得紧张 然后但是也会觉得很光荣 就觉得我很厉害 现在刘咪咪的梦想 是极其其中颜色的识别服 用不同的方式 陪伴甲板 走向辽宁舰的下一个高光时刻 刘咪咪还没有解锁的红色甲板识别服 董月辉已经穿了三年多了 红色在甲板上代表危险和安全管控 对于弹药专业的95后董月辉来说 穿上这件识别服 他就会打起12分的精神 我三点半左右就要起 但是起来的时候很迷糊 打开随便门 等我脚踏到甲板上的那一刻 我瞬间就回到了我的状态 因为我深刻地知道 站在甲板上的那一刻 我已经来到了战场 我不能有任何事物 大家都说我们站在一线 确实都是站在一线 董月辉是定向培养的军事 2019年第一次登上辽宁舰 第一眼看到舰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奔波忙碌 他就喜欢上了这儿的气氛 董月辉暗自许下了心愿 至少在这儿干到高级军事 待满16年 平常在通道里走过来走过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里的人 就给人有一种就很有希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 都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你不是给我下的任务 是我要奔着我的目标前进 你只是给我指明了方向 就让我感觉很有劲 大学的时候 董月辉学的是传播动力相关的专业 来到辽宁舰后 被分配去保障弹药 这可是个精细活 对温度 湿度 以及转运时的各种细节要求都很高 开始董月辉因为性格大大咧咧 没少被老班长批评 为了改掉粗心的毛病 他主动到弹药舱去做统计 录信息 查资料 把和弹药有关的书籍查了个遍 专业知识懂得越多越不敢大意 今年6月 董月辉开始担任小组长 保障弹药出库转运任务 对于现在的董月辉来说 他对甲板的梦想 变成了陪伴他30年 我来这里可以实现我很多的理想和抱负 就是有很多东西也只有这个平台 也只有辽宁舰能带给我 第一个小梦想 16年 经过三年多的这个 这个经历 我真的热爱这块家的 我感觉如果可以 我愿意干满30年 照火剑是辽宁舰上的第一代舰员 经历了跟厂住舰时期的艰苦创业 陪伴着辽宁舰从秀迹斑斑到焕然一新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 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把我们这个船 能开到远海大洋去 能把舰载机能降落在甲板上 然后再从甲板上实现放飞 这是我们每一个航母人的梦想 2012年9月25号 中国第一艘航母被命名为辽宁舰 弦号16正式服役人民海军 对于很多接舰舰员来说 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 但对于保障飞机升降机的照火箭来说 它的原梦瞬间在两个月后 舰载机首次着舰之后 进行舰机适配性试验 在机库做实验的时候使用的 我们舰相机 还记得首次利用后舰相机 将552飞机转入机库的场景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激动 首次保障成功后 照火箭和他的战友们 没有停下追梦的脚步 十年来 他们一直在钻研缩短舰载机出入库时间 提高飞行保障效率的方法 让战因更快一秒起飞 成了他们的第二个梦想 今年年初 照火箭自主设计的一个新装备 进行了装机试验 将装备的运行速度大大提高 这个它对于一架两架 这个舰载机来说 这个运输的效率可能看不出来 当我们几十架舰载机 持续的向飞行甲板转运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升降机的 这个初步的效率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它运行速度慢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耗费 更多的时间将舰载机 转运到这个飞行甲板 照火箭告诉我们 辽宁舰在他心里就像家一样 承载了他作为一名水兵所有的梦想 我希望我们的辽宁舰走得越来越远 希望能在更远的地方 保障更多的舰载机 江学友是辽宁舰上的第一代舰载机引导员 这个岗位又被叫做甲板上的交警 因为航母飞行甲板上设备众多 功能复杂 舰载机在甲板上的一举一动 都得靠引导员调体 2012年11月23号 戴明农驾驶阶速战机首次成功夺舰 从过渡区滑行到停机位 就是由江学友印象完成的 我将飞机引导到郭斗司停机位 然后做一系列的动作 灌车 系流 打门等 仍然靠近检查决定飞机 等我这一系列动作做完之后 这就日式的我们首次找舰 以及圆满全空 飞行人下来我们第一个就给它进了 航母飞行甲板被称作 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 而夜间若见时 甲板上只有微弱的引力 对于甲板交警来说 要在危险和难度 数倍于周边的情况下 经理引导一步到位 这就需要他们有过硬的心理素质 和更细致的观察力 更准确的判断力 专属飞机首次完成夜间脚舰 将学友同样参与的引导打仗 这样的情景 这样的招舰的成功 最后的结果 我们已经在我们心中 已经是连门过很多很多了 第一次说实话 我们心中没有底 这次虽然是夜间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 磨合也好 对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也好 对我们自己的水平好 我们心里有存在 所以说当时的心情 只能说稍微释放了些 但是内心很平静 将学友严厉的辽宁舰 每一刻都能给他带来激情和活力 我们参加航母建设 航母发展 对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 都是在过来干事业的 都是带着一项热血来工作的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上面干工作 非常有激情 就包括我现在这样的 一样的激情不解 在第一代航母舰员的身上 我们能感受到 他们对辽宁舰最强烈的情感 就是自豪 刘涛是辽宁舰上的第一代弹药兵 从上舰那一天起 他们就渴望把实弹挂在坚树战机上 交界入列 成功着舰 首次远航 这些其他专业的圆梦时刻 对于刘涛和他的战友们来说 虽然激动 但只是沿途的风景 可能说台湾上掉 因为大家也很清楚 是有这个过程 但是还是更多的去希望也好 盼望也好 哎呀赶紧 我们有那么一次机会 在这次机会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是 以后每次都 甲板面都能看到我们红色的身影 这就是一个战斗力的体现 对我们个人来说 是一个很骄傲 很荣幸的事情 前面的工作 其实都在蓄力 2016年12月 辽宁舰编队组织了 实际使用武器演习 监视5舰在战斗机和辽宁舰 发射各型导弹10余枚 对目标实施了准确打击 那一天 是属于刘涛和战友们的高光时刻 他们在电视新闻里 看到了自己保障的弹药 打出去的样子 随着辽宁舰编队战斗力的提升 刘涛所在的专业 也越来越忙碌 保障工作经常是凌晨开始 凌晨结束 但对于刘涛和他的战友们来说 这就是他们的愿望 保障业肯定是以战斗力为这个需求 只能说没有上限 希望这个能带得越多也好 前面我们一直在 这个准备这个事情 为了就是我们能忙起来 越忙也好 辛苦也不怕 在辽宁舰开展了一专多能训练后 李杰成为了舰上第一批 坚树武女拙舰引导员 在李杰之前 这个岗位没有女舰员 大跟踪好 偏左 十米 当我摁着我的指挥话筒 然后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紧张 也感觉很抖 也是非常快的调整吧 然后非经人给的反应也是很稳定 我感觉比我本职的直升经营 到要更紧张一点 因为这也算是我 异传多能的另一个方面 我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而且也是想打破一个 大家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感觉吧 就是觉得以前没有过 你跟人看这件事情 他们能不能做好 今年是李杰军律生涯的第十年 也是他来到辽宁舰的第十年 从入伍时的化务兵 到后来的作战部门指控兵 再到现在甲板上的直升机引导员 塔台上的尖十五拙舰引导员 李杰的十年 是伴随着辽宁舰逐梦深蓝的十年 而他的下一个梦想 是成为辽宁舰甲板上的 第一名尖十五女引导员 尖十五的引导员难度更高 然后专业性更强 无论是在理论方面 还是在实践方面 还是需要一个长期学习 和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 我想成为第一个 女监视务的引导员 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 都要去努力和奋斗的一个目标 我对梁津健的生日祝福 就体现在我的这张画中 这张画中是我当时在驾驶室 看着我们的航母编队 看着我们的歼15舰载机 起降的一个场景 我在这个海平面上画了一道鼠光 这代表着我们的征服 也代表着风华周末的辽宁健前进的方向 刚开始的新建元到现在担任班长 这九年时间对于我来说成长了很多 祝愿我们的辽宁健 乘风破浪 在下一个十年中更加辉煌 觉得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这十年 是 祝梦 追梦和圆梦 黄手踏浪 祝辽宁健十周岁生日快乐 祝我的辽宁健 我信众的家 十九岁生日快乐 祝愿辽宁健 不断始向深难 再创新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航母不是宅男 近海不是他的舞台 2016年年底的时候 是我们辽宁舰航母编队 首次在远海大洋 开展了各种各样的针对性训练 这是一次从零到一的探索转变 他到了真正应该带队 2022年辽宁舰航母编队长时间远航 并进行了大数量高强度的舰机结合训练 改造升级后 辽宁舰已经从原来的训练舰 转变成为战斗舰 成为人民海军转型的标志性象征 实际上这些年 我们的武器装备 也是在不断地更新 所以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 也是不断地提升 向海而行 被海而衰 不能治海 必为海治 这是历史 给予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教训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海域面积十分辽阔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 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航空母舰是现代化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海军强国的必有之路 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 帝国主义屡次从海上入侵中国 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 毛泽东对此刻骨铭心 他与战略家的眼光 开始筹谋人民海军建设 1949年1月 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任务 这次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指出 1949年及1950年 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 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4月23日 在江苏泰州的白马庙 正在举行一次特殊的会议 参会人员有五名干部和八名战士 在这次会议上 正式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 自此 人民海军诞生 十年39岁的张爱萍 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 华东海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海军的建设高度重视 1953年2月19日 毛泽东主席登临长江舰视察 在长江舰的驻舱里 毛泽东主席辉豪提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主席的提词令人振奋 人民海军从无到有 游弱到强 创造了数次小艇打大舰的海战奇迹 但每一名海军官兵信中 都有着这样的一个梦 那便是中国海军的航母梦 1980年5月 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 刘华卿访问美国 在这次访问中 刘华卿参观了美国海军小英号航母 面对数十层楼高的航母 刘华卿一层一层仔细参观 真切认识了海上巨无霸的庐山真面目 这次访美经历 使刘华卿更加坚定了 中国海军要建设航空母舰的决心 我们中国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 我们这个岛屿的岸线 也还有这个一万多公里 那么这些案件说明我们是一个海洋性的国家 一个海洋性国家要走向远海 没有航母你是做不到的 2005年中国的航母立项 刘华卿听闻激动的连叹三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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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一刻 他等了三十多年 对中国军人而言 航母是一项全新事业 中国海军从海军各部队和各大军事院校抽调人选 着手组建航母接舰部队 作为中国第一艘航母 辽宁舰到底有多大 很多人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 辽宁舰有三千多个舱室 一千多人生活在里面 光航母内部的通道架起来 总长度就有数公里 舰航母难 驾驭航母难上加难 首批舰员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船能动 而要让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动起来 绝非易事 来到航母后不久 机电部门的驱队长何波 就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 所谓指导性规范 就是操作规程 辽宁舰锅炉的第一次点火 将按照这份规程进行 何波在来到辽宁舰前 已经先后在三艘大型军舰的机电部门 服役了近十五年的时间 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 即便如此 他依然感到压力重重 当时手里面的资料不全 感觉到就是 比以前学者专业复杂多了 时间渐渐来到了辽宁舰主机点火的这一天 第一次点火 当时这个因为所有的管路系统都没有经过实际的检验 过度点火点成功以后 整个机场里面就一片长势 辽宁舰动力系统顺利点火一次成功 这艘承载着无数人心中梦想的航空母舰 心脏怦然跳动了起来 主力点火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 舰艇动力对一个舰艇来说 是等于他的心脏一样 心脏是否有力 是否强劲 表明了今后他的远航是否可靠 经过将近三年的调试 2011年辽宁舰终于迎来历史性的一刻 首次试航成功 经历风雨 这艘航母即将成为新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2012年9月25日 弦号为16的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 第一次升起八一军起 仅千名航母舰员在先边整齐列队 用威武挺拔的战伯仪式 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一刻 辽宁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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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军正式开启航母时代 2012年9月25日 这一天秋高气爽 阳光明媚 大连港一派喜庆 海军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操 一脸骄傲自豪 这一天上午10时 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被命名为辽宁舰 弦号16 正式入列人民海军 辽宁舰在蔚蓝的海面 离出一套白色的航机 这艘航行在远海大洋之上的巨舰 有300多米长 70多米宽 排水量6万多吨 航母的核心战斗力是舰载战斗机 而舰载战斗机的战斗能力 除了自身的性能和飞行员的能力外 主要体现在航母上各个部门 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上 辽宁舰在完成了舰能动的第一步后 即将迎来关键的第二步 飞机上舰 2012年11月23日 歼15飞机准备在辽宁舰上 进行首次华越起飞试验 当时航空部门的区队长张乃刚 正高度紧张着 这些的环节就是压力 可能都传到了我的身上 就面临着如何在舰上 实现华越起飞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 歼15战机缓缓驶向起飞位 开始加大油门 在脑海中演练了无数次的情景 呈现在张乃刚的面前 看着飞机从起飞位 一点一点的缓缓的滑进来 那个时候你感觉 就是我是不是在做梦 我真的上来了 真的到了我跟前了 马上就要 下一步就到我操作了 赶紧提醒自己 要回到现实状态 张乃刚负责操作的是 直动轮挡 每次舰带机滑越起飞 在发动机达到最大推力前 必须通过这个装饰 将飞机固定在甲板上 让它蓄势待发 它操作释放的 正是这个装置 而这个装置的释放 必须恰到好处 如果释放过早 飞机速度不够 甚至会产生坠海的危险 请处理灵魂一致 果断地按下我们的放飞按钮 看着舰树从我们面前 这个滑越起飞 一飞从天 大家都在欢呼 都在以各自的形式去庆祝 从这天起 中国海军辽宁舰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拥有了舰载机起降能力 航母的作战能力 不要是体现在舰载机上 航母舰载机的舰载飞行员 滑越起飞和找舰成功 说明我们航母的 主战能力形成了 辽宁舰上身穿各种颜色 识别服的甲板保障官兵 在各自的站位上忙碌 由于航母上飞机起降 声音嘈杂 飞行侠把面积有限 为了便于人员的识别 与指挥管理 专门设计出了可视化的服装 同时设计了各种不同的手势 来代表不同的信息 代表允许起飞信号的 凌空一指就是其中之一 这凌空一指帅气潇洒 但起飞助理李彦奎心里清楚 这潇洒动作的背后 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除了这关键的凌空一指 整个舰载机起飞动作 完成下来 需要数十个流程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 特种装置 特种手势 和身着不同识别服的 各站位官兵 共同完成 蓝色识别服代表着 调运和气垫保障站位 负责对舰载机进行 供气 供电等保障工作 翟国城就是其中的一员 舰载机推入代飞机位后 也就是咱们准备区 各种保障设施的连接 这都前期都是我们要给准备好了 舰载机的供给管路 位于航母甲板的下方 每次供给都需要打开供给盖 把管道拖出来 以前最早的盖是他保障的时候 得跪在地上 然后甲板面很粗糙 一滑就像咱们人格损迷地的手拽一下 几次小孩着急保障的时候 把手就拽出血 这件事让翟国城按下决心 一定要改进这个扳手 提高保障效率 确保战友安全 把力具给他放到上面的力具上 他脚一踩 首先你脚这个力 压成的把他弹簧上了 然后你再拿这个力具 在上面再压一下 打开这个四个加紧装置的时候 他这个力具给你反作 用力就回来 这么你还轻巧呢 翟国城已经在辽宁舰上 工作了十多个年头 拥有了三项个人发明专利 十余项研究成果 每当有人问起 他为什么要钻研这些 他常说 我们做的就是保障里的一个螺丝钉 装备改进一点 航母的战斗力就提高一点 一切都为了能打仗 打胜仗 正是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螺丝钉 坚守在自己的站位 贡献着智慧 挥洒着汗水 拓举战鹰腾空而起 翱翔海天 2016年的12月 辽宁舰航母编队将首次进行 实际使用武器演练 武器部门的段广涛 从上舰的第一天起 就在等待着这一天 我觉得我们等待了 可能很长时间 终于来临了 我终于可以对坚守武器进行挂弹了 现在战斗机的各种作战动作都是通过导弹来完成的 在导弹挂载的过程中 冠广涛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 一旦操作不大 导弹触地将发生严重的后果 虽然说我们之前的话 通过模型机训练 也训练过很多次 但是我觉得 你在第一次的保障 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挂在着导弹的歼15舰载机 翱翔于海天之上 朝着行程实战能力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航母舰载机挂弹起飞 说明它形成整装的作战能力 进入实战程序 这航母管用了 你不老实 我就发射 我就起飞 就轰炸 就打击 就夺起直空拳 我完全能够做到了 好 大家一会 我两边 先穿 如果说舰载机飞行员 是刀尖上的舞者 那么甲板上身穿 彩虹色识别服的 见面保障人员们 就是他们的舞伴 他们携手 共舞 驰骋身来 五金波是航空部门的 油料员 身穿紫色识别服的他 保障的舰载机 能够有充足的动力 在见面保障小组里边 最喜欢的就是 跟监视物打交道 保障任务结束后 五金波总喜欢 在甲板待命的区域 多看上一会儿 因为在这里 有他最喜欢的画面 我能看见 这个发芒机后边那个光圈 白色的光圈 我看着它从华的甲板走 然后上天 我觉得整个这一段过程 是最美的 尤其是晚上 在你的视线当中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很美妙 你能感觉很美妙 对他而言 自己所有的努力付出 都是为了 舰载机 横空而起的这一刻 那绚丽的火光 也是对他最好的回馈 在航母辽宁舰上 身处不同战备 官兵感知时间的方式 是不同的 对于航空部门而言 时间是以秒计算的 在他们的心中 始终有个 滴答作响的秒表 他们的节奏 直接影响着 舰载机的起降效率和安全 航母辽舰飞行 所以知道 飞机和航空母舰 这个舰机两个方面 比如说需要 双方的一个 深度的融合和协同 在最短的时间内 给我们的飞机 完成相应的保障工作 提高我们 航母的舰载机的 这个出动率 在辽宁舰上 波炉 主机 电站 等舱室 都处在水线以下 被称为航母心脏 守护者的 机电部门 就工作在这里 航母是一个海上城市 这里就是海上城市的 五位管理所 我们舱船中的同事 还要为我们全面的提供 动力保障 提供电力 氧气 氮气 加速风气 等方面的供应 闷热 高噪声 是他们的日常工作环境 一整天 见不到太阳 是家常便饭 在我们的部门 指挥所里面 有一个视频监控台位 天亮了没有 气象怎么样 能力度好不好 有没有下雨 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唯一的 对外的村口 虽然基点部门 扎根于水线以下 但甲板上 每一架舰载机的呼啸而起 都与他们密不可分 舰载机的起飞和降落 它要对航向航速 风向风速有要求 如果说风速过小 那我们就要 以航速来换取风速 作为基点舱段的官兵 他们在辽宁舰上 工作了很多年 但他们很多人 并没有在现场 看到过舰载机起降 绝大部分时间 都坚守在 主甲板以下 自己的站位 我在航母工作的话 满达满达14年 现在还没有看到过 当提起是否期待着 一堵舰载机起降的风采时 他们是这样回答的 期待 但是在工作需要和自己的期待 两者选择之间 每次选择工作需要 深舱站位没有闲窗 虽然见不到阳光 但他们心中有光 向阳生长 被离赞维 升舱向日葵 为战舰远航和战鹰起飞 默默输送能量 辽宁舰有数千个舱室 上万套设备 不论是人员的安全 还是装备的安全 都是重中之重 安全是航母事业的生命 比如航母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 相当于把一个陆基的机场 高度浓缩到舰上 这个机场规模的缩小 但是它这个风险因素 是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防哨华是辽宁舰消防中队的一员 对他而言 最重要的是 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在甲板上的话 要求我们十秒钟之内 必须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弘舰船体的话 我们需要三分钟之内 到达任何一个损害部位 进行处置 而且要做好全套的一些防护 携带灭活救援器材 到达现场 安全部门和消防中队的官兵们 穿着特种战衣 苦练技能 为航母安全保驾护航 航空母舰作为大国重体 一来被视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和海军实力的象征 历史昭示着我们 一个不能走向海洋的国家 难以登上国际舞台 十年末一见 辽宁舰历经试验 试航 试训结合 游训转战 三个不同阶段 见证了人民海军 阔步挺尽深来 启航以来 这艘梦想之舰辽宁舰 从单舰到编队 从近海到远海 实现了从试验到备战的转变 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不断提升 航迹越走越远 远航实战练兵 已是常态 航母是五国海军 实现有近海防御 现沿海防卫 转变的 转型的大国共器 对手经常说 要我们打一场 我们看不懂的战争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要看得懂 看得透 要明白敌人的兵力使用的特点 兵力的鞭配 探讨如何来防御敌人的进攻 和如何更好地组织我们的进攻 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航母的诞生 成长和壮大 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挺起了脊梁 让我们的人民军队 人民海军 有了更好的底气 主界方能之战 和平才是永远的追求 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 将在航母立舰的护佑之下 纵横万里海江 捍卫国家主权 航空母舰舰载机 用于攻击水面 水下 空中和地面目标 能远离陆岸 实施机动作战 以攻为主 攻防兼备 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 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 舰载机飞行员 就是航母战斗力 最锋锐的刀剑 他们守护在海空一线 翱翔在远洋大海 这些刀尖上的武者 不断在刀尖磨砺尖刀 在原海 树位空天 2012年11月23日 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 这一天 中国海军第一款 自主研制的 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 殲-15在辽宁舰上 首次完美作过 中国战斗机 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跨越 从这一天起 中国海上没有舰载机的时代 成为历史 殲-15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重型舰载机 它是一款单座双发战斗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内 有这样一个展区 里面展示着辽宁舰使用的导向滑轮 阻拦锁头 和首次陆机模拟 着舰使用的尾钩等等 这里的每一件物品 都见证了舰载机的一次次突破与实践 这几个装备 在我们海军航空兵历史上 尤其是在我们舰载机历史上 是比较有代表意义的 包括我们戴明文同志的飞行服 都是当时他第一次 着舰成功的时候 所使用的装备 2012年11月23日 渤海湾雪季出情 执行辽宁舰舰战斗机首次着舰任务的 歼15战机 稳稳地挂住了辽宁舰甲板上的阻拦锁 用一道完美的弧线 画出了中国海军的航母战斗机时代 驾驭歼15战机的 是被誉为刀尖武者的我国第一批航母舰载机试飞员 戴明蒙 航母飞行甲板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航母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要在这样一个跑道上进行起飞和降落 都相当于直接和死神拍手腕 作为国内首批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戴明蒙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任何舰载机拙舰经验可以借鉴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一切都要在实践中摸索 戴明蒙为了能在自己国家的航母上成功实现第一路 光试验是非就冲达近十年时间 期间他先后完成科研是非四百多架子 进进飞行两千多架子 绕舰飞行一百多架子 2012年11月23日 这一天是辽宁号航母正式服役的第59天 也是戴明蒙终生难忘的日子 他驾驶兼15战机从墓地某机场起飞 飞林正航行在渤海某海域的辽宁舰上空 中国舰载机首次拙舰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就掌握在戴明蒙手中 戴明蒙这个飞一旦成功了 说明航母本身自己的主战能力形成了 主战为什么飞机 舰载机形成了 上午九十许 戴明蒙降低飞行高度 调整姿态 对准跑道放下尾沟 随着砰的一声 戴明蒙驾驶的歼15舰在战斗机尾沟 牢牢地挂住阻拦锁 稳稳地停在辽宁舰的甲板上 拙舰一次成功 戴明蒙的拙舰成功 标志着航母拥有了舰载机作为它的刀剑 它的成功也极大地鼓舞着其他飞行员和辽宁舰的全体官兵们 飞机落下来那一刻 然后真的是感觉很激动 那是然后我们能够成为然后这个第一次着舰的这个见证者 当时我们主要是感觉眼睛都不敢眨 飞机稳稳地停在甲板上 那一刻感觉整个心态放松的同时 然后大家也都欢呼雀跃 海军首支舰赛航空兵部队正式组建 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又增添一支新型主战力量 徐英和王勇都是中国首批航母舰载机飞行员 他们都经历了由成熟的三代战斗机飞行员改装成舰载机飞行员的过程 当时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上舰技术的空白 当时西方媒体就说过 虽然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下水了 但是与之配套的舰载机飞行员将是卡住中国海军发展 罗子的直面所 正是在这样的不断努力下 中国第一批舰载机飞行员成功完成了航母姿势认证 然而在无数次的试验飞行 一次次的起飞降落过程中 对于飞行员曹仙健来说 有收获的喜悦 也有直面的威胁 当时我驾驶着舰手飞机 和起飞 突然发现 飞机的状态跟以前不太一样 已经把油门加上去 推到底 仍然制止不住 剃头的上扬 就听到各种告急 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小 高度 接近了 你的意见突然下坠 我就看到海面向我扑过来 曹仙健拼尽全力想保全飞机 在飞机坠海前的最后两秒钟 他被迫跳伞 因为弹势的货带非常大 所以说我的视线里面 一点东西都看不到 但是我能听到 这个风呼啸的声音 跳伞高度比较低 身上的救生棒没有打开 它像一块石头一样 在我的身上的眼睛里面 穿着海水 背上突然传了一只剧痛 曹仙健脊柱严重骨折 医生宣布 他的飞行生涯 激进终结 在经历了两次手术后 曹仙健再次成为航母的尖刀 并且获得了航母的资格认证 双脚 踏上航母的那一刻 有一种要落泪的能力 陆机起飞到舰机起飞的转变 意味着空中力量的增强 和打击范围的扩大 中国海军的战略开始从近海防御 向远海防卫转型 2013年 一架外国侦察机入侵我国领域 南海舰队航空军某团的飞行员 单机迎战 他用高超的飞行技术 紧追外机不放 使得外机的飞行员惊恐不已 只能苍茫逃跑 当时驾机驱离外国侦察机的飞行员 名叫张超 2004年春 张超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基地教官和首长十分欣赏张超 有意让他留校任教 张超却坚决要求去野战部队 去祖国海防一线 更需要战斗机飞行员的地方 2014年 当张超得知航母招收舰载机飞行员时 果断报名参加选拔 最终经过严格的测试 张超如愿已成的加入了航母舰队舰载机大队 成为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舰载机战斗员 从入列第一天起 张超争分夺秒 卯足干劲 勤飞多练 一个多月完成理论改装 六个月赶上训练进度 十三个月完成上舰前 百分之九十三点二四的飞行架次 所有课目的考核成绩都是优等 同区春来 在等比例的辽宁舰模拟舰上 张超一次次起飞 一次次圆满降落 很快 他就能完成全部训练 成为舰载机飞行员 入列辽宁舰 2016年4月27日 辽东湾避空如洗 云淡风轻 张超连续完成了两架四海上三十米超低空飞行后 准备执行最后一个课目 陆机模拟拙舰接地 周而复始无一战一劫 随着第六次捉舰 张超驾机下滑过程精确流程 飞机前轮出地 快速平稳地向前滑去 可是 就在这近乎完美的精准着陆后 机头急速大幅上扬 在超过八十度阳角的情况下 猛然下坠 滑炮时速超过两百四十公里的战机 前轮猛地弹起 机头急速上扬 被追曾在地面瞬间火化四肩 在场所有的人 均出一身冷汗 危急观众 张超第一时间将操纵杆猛推到底 试图将上扬的机头强压下去 挽救这架朝夕相伴的战机 在巨大的速度惯性下 张超的飞机骤然离地二十多米 无奈之下 他拉动弹射手柄 跳伞自救 但是救生伞还没来得及张开 张超就重重地摔向了地面 根据当时的情况 他完全可以选择第一时间跳伞 最起码比现在这种希望要大的很多 为什么在四点四十秒以后 把他选择跳伞 就是飞行员的 一个本能的 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 还有三天的时间 张超就能驾驶歼十五战机 在真正的航母上飞行 但是雄鹰折制 永世止步于此 2016年4月27日 十五时零八分 热爱飞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29岁的张超 离开了这个世界 很震惊 我接受不了这样一个现实 张超跟我是一个班次的飞行员 他平时很爱笑 在那天飞行进场之前 我们俩还研究了一个 关于卓舰的一个技术问题 但是我没想到 飞行结束以后 他没能回得来 在救他的时候 他清醒过来 我还能够 他怕 他失去南风 2016年4月27日 飞行员张超壮烈牺牲 同年11月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追授张超为 竹梦海天的强军先锋 中央军委批准增加张超 为全军挂象英模 有人倒下 就有人跟上 一批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成功完成阻拦着舰 加入伟钩俱乐部 优秀的舰载机飞行 叫官群体和飞行员群体快速成长起来 要想发挥出航母舰载机的最佳性能 主要依靠的是舰载机飞行员 他们必须要有极其稳定的心理 强健的提可 最重要的是精湛的飞行技术 所以舰载机飞行员 向来被称为王牌中的王牌 精英中的精英 舰载战斗机是航母编队的核心战斗力 中国海军转型建设不断加快推进 对舰载机飞行人才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而对于广大有志报效国家的年轻人来说 成为舰载机飞行员 是实现青春梦想的完美诠释 我叫万明宇 来自江西九江 小时候走着会有飞机从天空中飞过 我就每次都趴在窗户上看着飞机 心里就想着 如果我当时在飞机上 我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景象呢 我就特别的向往 从2012年的时候 我国首艘航母较宁舰陆利海军 同年戴明宇司令他也驾驶战机 在航母上成功着舰 这可以说在我的心中满下了一颗种子 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 我从小就觉得军人很帅 从小就有一个成为军人的梦想 对天空的向往 对军人的崇拜 对航母的憧憬 让他们选择来到专业院校 提升自己 追逐梦想 在这边的话 其实比收获比较大的 其实可以说有 对自己的技术体能 有一个提高 对航力知识有一点了解 但是我感觉 更多的是一个 对思想意识上的坚定 对飞行的信念 到了我们新训结束那天 举行授宪仪式的时候 刚好是我的18岁生日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成人礼 如今已经大三的他们 即将开始实践训练 这对于他们能否成为一名 真正的舰载机飞行员 事关重要 我就想当第一 第二第三我都不想当 在之后 中国可能会 推出一些新的 更先进的一些机型 我也想像能够像 戴斯利那样 能够第一个去驾驶它 保卫祖国 保卫蓝天 一场模拟枯战 对抗训练 在海军航空大学 某训练中心打响 巨员们运用多种战术战法 展开激烈的攻防较量 结合着部队的装备 然后结合着我们作战的需求 来设置我们相应的课程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部队和院校是一体的 这样在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教员和部队里边的 相应的岗位 然后就可以结合起来 确保我们部队 什么时候都能够做到 朝日起来 来至能战 战至冰胜 真正做到 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每一位学员 从踏入校门开始 便着力助劳思想政治根基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 当我们看到那些舰载机 翱翔海天 驰骋祖国的万尼海将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机务战友 他们默默地付出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为祖国的舰载机事业 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夜间拙舰是公认的 风险系数最高的飞行客目 难度犹如蒙眼走钢丝 舰载机飞行员一不留神 就很可能直接扎进大海 在夜间呢 这种难度呢 就更大了 因为夜间拙舰的时候呢 只有航母上的光学驻向系统呢 来给它做参照 其他的参照物没有 舰载机的飞行员 非常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进入航线 对准中线 放下围钩 斩机轮胎 与航母辽宁舰甲板亲密接触 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徐英第一个驾驶 歼15舰载战斗机 完成夜间拙舰 夜间拙舰的意义非常重要 它使我们航空母舰 具备了骤间夜间前天后的作战能力 在海上缺少目视参考的情况下 发生错觉的概率会极大的提高 当时我遭遇的是倾斜的错觉 飞机的数据告诉我飞机现在是平飞 但我感觉飞机是乖的 它最后发展成我认为飞机是盗着的 遭遇了错觉 你才会吓出一身冷汗 会后怕 才会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 飞机员的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 我们有责任去探索 舰载机飞行的边界 2019年12月17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 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 贤号为17 标志着人民海军进入双航母时代 徐英作为中国第一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也参与并见证了双航母从入列到训练 再到驰骋成大洋的每一个历史瞬间 他也从一名舰载机飞行员成长为山东舰副舰长 2019年 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 自主建造 自主配套的国产航空母舰 山东舰服役 伴随着辽宁舰飞行甲板上微弱的灯光 一架歼15战机快速挂住第二根阻拦锁 又一次平稳完成夜间着舰 如今夜间起降已成为常态 训练实现这一发展 舰载机部队用了几年时间 较国外同等训练大大缩短了时间 而这一切离不开中国海军逐渐完善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体系 我们要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 要以战的标准来进行我们的日常的训练 要有战的意志和决心 就是要随时听从党农邀西部西部的召唤 中国海军的汤姆编队 守护着中国的海上大门 为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江 而不懈奋斗 霞光万丈海风袭袭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 正在书写着大海深处这一辽阔的篇章 一阵战机轰鸣声的响起 震耳欲龙的导弹发射划破长空 箭制深蓝 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 向远海防卫转型的大国重器 是航母编队中的核心 航母编队由航母本身和水面护航舰艇 潜艇 舰载机等主要兵力构成 编队内部则是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 由编队的指挥控制系统 母舰的平台和舰载机作战系统 三个部分组成 2013年11月26日上午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 从青岛西航 在导弹驱逐舰 导弹护卫舰的伴随下 开赴南中国海 并在附近海域展开科研实验 和军事训练活动 在此次任务中 辽宁舰并非单独行动 而是编队构成 编队包含沈阳舰和石家庄舰 两艘0513型驱逐舰 燕台舰和围方舰 两艘054A型护卫舰 这是中国第一个航母战斗群 海天之际 一轮续日穿过厚厚的云层 冉冉升起 2013年11月28日 一个令中国海军期盼已久的日子 这一天出海远航的辽宁舰 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自己的航母过台湾海峡 就觉得特别的这种 自豪感油然而生 进入中国南海的辽宁舰航母编队 随即开展科研试验和军事训练活动 航母编队第一次以编队的形式走出台湾海峡 这标志着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 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而对于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生成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号称海上浮动机场的航空母舰目标很大 一旦进入战场 很容易被敌人发泄 为了保证航母的安全 航母编队的配置则变得非常重要 航母编队它需要配备和舰艇 另外还得有至少两艘的驱逐舰 至少两艘的护役舰 和至少一艘保障舰艇 这几艘舰艇在一块 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配备 航母编队中 不同的舰艇承担的任务和职责 也是不一样的 护航舰艇为了保护航母 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呢 航母舰队中有一种重要的舰艇 就是核潜艇 核潜艇处于航母舰队的最前面 被航母舰队探路 主要负责水下的反潜任务 驱逐舰是航母舰队的带刀卫士 部署在航母舰队的外围 一旦有飞机导弹来袭 驱逐舰则执行防空拦截任务 护卫舰部署于航母舰队的内侧 负责执行反潜任务 同时护卫舰也装备有中程防空导弹 与外围驱逐舰 形成远近接合的防空组合 综合补给舰 也是航母舰队的重要成员 为舰队续航提供必要的燃油 弹药和生活物资补给 2016年12月 对于辽宁舰航母编队 甚至对于中国的海航事业 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 这天清晨 辽宁舰正航行在宫古海峡 即将穿越第一岛列 许多官兵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第一岛列是中国海军通往西太平洋的必经之路 辽阔的西太平洋 是许多国家海军的天然练兵场 中国海军当然不能缺席 大洋深处 深蓝色的海面一望无影 空中一架架歼15战机呼啸而过 驾驶势力 辽宁舰舰长崔永刚正望着远处的天空 这位经历了数十载海军历练 拥有丰厚舰艇指挥经验的航母舰长 正在带领辽宁舰航母编队着力在战斗力提升上 我们要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 要以战的标准来进行我们的日常的训练 要有战的意志和决心 做到有任务 能够不讲任何条件 能够按照这个上级的命令 开展作战行动 把风浪洗礼当作锻造航母战斗力锋刃的钢钻 着眼有效碎形的航母编队远海实战部署 这是辽宁舰航母编队走向远海强转型的使命任务 实战化训练是在实战的环境中进行开展的训练 主要是一个是要熟悉作战海域的水文气象特点 第二是熟悉作战对手的作战的特点和规律 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实战的环境中 验证我们编队的作战指挥流程 编队作战指挥中心是航母编队的中枢神经 是编队的核心 航母编队呢 它要考虑整个的航母本身 包括部级舰 部级舰有多少能力 在什么位置上 它的安全 另外还有这个防空 反潜 反舰 对着攻击 所有这一套都是由航母编队指挥员在考虑 编队指挥中心既要和甲板上的飞机保持通信 也要与岸上的指挥所和上级机关保持联络 在岛链间训练指挥 有时复杂的电磁环境和多别的战场环境是影响整个编队的独立因素 郑玉凤 整个值班的工作状态会比进海的时候更加紧张 殲-15战斗机在岛链间起降飞行 随时都要与航母编队保持信息通畅 在飞行作战训练时 通信抗干扰则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一般都会进行一个电磁辐射管控 我们对于殲-15的飞行保障都是由我们这个来接收 接收之后呢 它会连到编织的塔台 2017年1月 第一次出岛链训练归来的辽宁舰航母编队 再一次穿越台湾海峡 并一路北上 两天后 安全返回青岛母港 我们更多的是对航空编队的作战编组进行了探索 我们通过出岛链 到南海 过海峡 这个不同阶段的训练 提升了编队的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水平 中国航母编队不划空枪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让中国海军远洋作战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017年7月1日 这一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日子 中国人民起放军海军辽宁舰编队 驶向香港 辽宁舰的老舰员张乃刚 回想起辽宁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期间的一幕幕场景时 难言喜悦之情 那是2017年6月份 我们接到任务 然后要参加这个香港20周年 那么一个庆祝活动 然后我们也是有幸 跟随舰到了香港 700多名航母官兵在辽宁舰飞行甲板上排队列出香港你好字样 以海军特有方式向香港同胞致以亲切问候 这是辽宁舰第一次向公众开放 也是舰载战斗机第一次集中展示 虽然开放当天下起了雨 但是登舰参观的香港市民也难掩激动的兴起 有一些市民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热情的多 非常激动 上来以后有的人在亲吻飞行甲板 有的人就是这热烈盈眶在那欢呼 辽宁舰航母编队的到来 让香港市民亲身体验到了祖国海军建设的巨大成就 也为香港同胞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 航母本身虽然装备了防空导弹 电子战装备等防御系统 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 但是中距以上范围的防御 还需要一定数量的舰艇来完成 护卫舰则承担起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护卫舰是以导弹 舰炮、深水炸弹及反潜鱼雷为主要武器的水面战斗舰艇 它的主要任务是为航母编队担负反潜、护航、巡逻、警戒、侦察及支援登陆作战任务 在辽宁舰舰航母编队中 054A型导弹护卫舰起着重要作用 可是它的诞生却并不是一般风顺 1971年 在建造者的不懈努力下 053K型樱潭舰成功下水 这是中国第一代国产导弹护卫舰 护卫舰就是我们原来最早的053 053H2 那这种型号的出现 也是我们海军舰艇 在设计它这种装备发展的过程中 特殊的一种标志 21世纪以后 那么我们的装备发展到一定阶段 它极需要我们要更好的装备 更好的舰艇来履行海军和国家那种大的要求 2000年 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上海分布的一座小楼 沉浸在一片忙碌的气氛中 就是在这一年 中心的科研人员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 就是要尽快设计出一行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导弹护卫舰 型号代码为054 054护卫舰的研制难度是相当大的 054护卫舰在隐身动力和作战方面都要有所突破 在设计人员夜以继日 偶心沥血的巨大付诸下 最终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设计工作 随后随着高效的研发速度 三年左右的时间 054A第一批舰 舟山舰和徐州舰 就于2008年先后入列海军 为中国海军增添了新的动力 054A型护卫舰是一型比较均衡的舰艇 其在航母编队中主要承担进程的对敌方潜艇拦截作战任务 以及拦截敌来袭鱼雷和反应导弹作战任务 在执行航母编队任务 联合演习任务 以及护航任务中 054A护卫舰早已批拨展浪 展露头奖 目前说054A执行了很多作战任务 比如说雅丁湾护航 以及钓鱼岛维权等等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下饺子都是054A型 一艘艘护卫舰的成功下水入列 让中国海军如虎添翼 但是随着中国航母编队走向深蓝 一种作战能力更强 携带武器弹药更多的大型舰艇呼之欲出 驱逐舰是一种多用途军舰 现代驱逐舰装备有防空 反潜对海对地等多种武器 既能在航母舰队担任进攻性的突击任务 又能承担作战舰队的防空反潜护卫任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就从苏联引进四艘驱逐舰 被称为四大金刚 在那个新中国海防最为艰难的时代 它们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71年我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 是国产的济南舰正式入列 之后我国又相继发展了051B 第一艘大吨位的导弹驱逐舰 052C是区域防空型的导弹驱逐舰 以及国产化的052D 宋建南曾经在052D导弹驱逐舰 乌鲁木齐号任副舰长 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 他向我们讲述了随驱逐舰出海 与航母缘队训练的经历 出去之后也练过很多科目 比如说核同对海的突击 联合防空 还有反潜 缘队反潜 还有一些对抗 相比于近海 在岛链外训练时 更高的风浪和复杂的海矿 会给驱逐舰官兵带来不小的麻烦 岛链以外这些水比较深的情况下 它这个泳比较大 对这个舰艇的作战啊 这些层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复杂多变的海矿 更为不确定的敌情 有时会给执行训练演习任务的航母编队官兵 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 中国海军编队对大型驱逐舰的需求 获在眉睫 055型导弹驱逐舰是中国最新一级驱逐舰 首舰于2017年6月28日在江南造船厂下水 055型导弹驱逐舰是海军实现近海防御 远海护卫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 2020年1月 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 归舰入列仪式 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 南昌舰正式入列 弦号101 这个名字与安山舰时空交错 安山舰是中国海军第一艘驱逐舰 四大金刚的首舰 它的弦号正是101 林武五行驱逐舰 采用了具有隐身化设计的传情 舰艇表面除了主舰炮以外 其他的武器均藏身于舰体之中 这艘满载排水量接近13000吨的大型驱逐舰上 装配有垂直导弹发射机 舰上的防御武器也同样不容小觑 是驱逐舰进防力量中的最好防线 南昌舰为深蓝而生 走向深蓝不仅是对苏国万里海江的首富 也是对世界和平的维护 2021年4月 辽宁舰航母编队赴台湾附近海域训练 055型驱逐舰南昌舰 首次出现在了航母编队中复航辽宁舰 王旺是第一批登上辽宁舰的舰员 在辽宁舰航母编队作战部工作多年 有丰富的经验 他对055大区的加入充满了信心 055型驱逐舰加入航母编队 这个显著的提升了这个 航母编队的这个远程预警探测 区域防空以及这个远程对陆打击的这个能力 这是其他的舰艇说不能比理的 055驱逐舰承担着航母编队防空 反舰 反潜和碎形对陆攻击等重要任务 是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 他作战方面的他是这个十八班武艺这个样样精通吧 他既看得远也打得远 本身防护力还特别强 在海上持续作战能力也特别强 所以他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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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母 还有各种用于应急抢修的备品 备舰他能在短时间内吞吐大量物资 对各类舰艇进行快速伏击 2017年9月中国海军新型综合补给舰正式宣布服役 无疑又给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远航任务中增加了战斗力 董锡金是第二批登上辽宁舰的舰员 在海上救援、船舶带揽作业和后勤补给等相关工作上 有着非常丰厚的实践经验 在他的印象里 航母跟队的综合补给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这个是17年首次跟这个901的这个综合补给舰进行实验 然后后续呢好几次都是在导连外 跟这个综合补给舰进行过补给 如果航母编队舰艇数量多 护航舰船吨位大 那么综合补给舰在编队中的连续性补给 则变得尤为重要 反正我们这么多年啊 不断的是在那个遇到困难 不断的克服不断的修正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装备运行人员管理这方面 一直都是在目搜 不断在给它升级 除了在紧张的远洋航行局势下进行跨昼夜补给外 在导链间进行作战训练 复杂多边的海况也同样影响着航母编队的补给工作 有一次在导连外我们进行补给的时候 当时我们已经对接上了 一个浪来了 打到这个油管上 然后就把这个探头给里面从那边拉脱了 最多的一次应该是对接的五次 最后对接上了 虽然说很高兴啊 但是也是累瘫了 航母编队综合补给能力 也随着海水颜色的变身而逐步提升 为中国海军挺进深蓝 航母编队提升战斗力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中国海军军事力量的重要象征 中国航母编队必然会不断发挥国之重器的作用 我们已经成为一支大国海军 中国的海军一定是在航母编队和核潜艇带领下 会走向远海走向远洋 辽宁舰航母编队冲破道链 力舰南海掩兵西泰 航季越走越远 如今随着国产航母的不断下水 辽宁舰已不再孤单 与山东舰、福建舰共同担负起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时代重任和光荣使命 您可以看见 您可以看见 您可以看见